大家好,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有朋友私信我,问我LED灯为什么有的没有电容 我们看这个呢,就基本上没有电容 就这么几个小黑块,就能够驱动很大功率的LED灯 这个灯板的功率呢,是50瓦的 所以说它的功率还是很大的 那么我们看,它前面呢,220伏输入 内部呢,这里边有两个电阻是线流的 然后这有一个,或者是压米电阻 或者是一个插膜抗干扰电容 这个是整流桥,然后就通过两根线进来了 然后这端是负级,这端是正级 这个正级呢,加到了我们这个灯珠上 然后灯珠这端又回到了这个场馆的漏级 这个场馆的山级,接这个芯片的这个银角 这个芯片的型号呢,有点像BP2519 这个银角呢,是电流检测和过压保护银角 这个银角呢,是供电启动银角 这一端是接地银角,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接到整流桥的负级 这个位置通过680k的电阻 通过这个电容滤波以后给芯片这个银角供电 然后这个电阻是接到了我们这个灯珠的负级 也就是这个场馆的漏级 然后这一端是通过下边这个分压电阻 是一个150Ω的电阻 然后加到了我们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边 电流取样电阻上边呢,还接我们这个场馆的原级 这个场馆的山级我们刚才说了 接到这个芯片的启动银角 当芯片启动以后 那么给这个场馆的山级供电 那么这个场馆导通 场馆导通以后 这个300V的电压通过我们这个LED灯珠 通过场馆的漏级 原级加到了电流取样电阻上 然后通过电流取样电阻接地 这使在这上产生压降 当这个电压高到一定的值的时候 那么反馈到这个硬件 那么芯片呢就停止输出 那么场馆呢就截止 场馆截止以后 由于我们这个场馆的原级没有电流了 所以这个位置的电压消失 那么这个芯片检测到这个电压消失以后 芯片再次输出 使场馆再次导通 如此往复循环呢 就实际上就起到了一个震荡的作用 那么就给我们的LED灯珠供电 下面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这个电路的原理图 这段是220V输入 两个10V的线流电阻 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压敏电阻 然后是加到整流桥 正极通过灯珠的正极 然后通过这儿加到场馆的漏极 同时还通过这个680K的启动电阻 给这个芯片的5角提供启动电压 这个位置有一个滤波电容 整流桥的负极直接接到芯片的4角和这个电容的Z端 同时接到电流取样电阻的下端 这个电流取样电阻有一个是2.4欧的 一个是2.2欧的 然后通过150欧的电阻反馈到我们这个1角 同时这个灯珠的负极 也就是场馆漏极的电压 通过这个73.2K的电阻加到1角 进行一个过压保护 假如说场馆开路了 是这个位置的电压过高 那么很显然1角的电压过高 芯片停止输出 场馆就截止了 如果是当场馆导通时 这个电流取样电阻上的压降 达到一定的值 通过150欧电阻加到1角 那么很显然 它是一个分压电阻 那么这个位置的电压高 1角的电压也会升高 那么达到一定的值 它就停止输出 使我们的场馆截止 当这个位置的电压消失以后 那么场馆再次导通 如此往复循环 那么很显然就给LED灯珠提供了一个 均衡的电流 使LED灯珠点亮 好 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